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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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要強調的事情是說 按照我們這樣的趨勢 看來的話就像是我們再生能源 在電力結構戰比已經達到5.5%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在 95%一樣都還是傳統的電力來源 而這樣一個以傳統的化石燃料 以核能為主的一個電力結構的話 我們很明顯它已經留下一些 龐大的環境和社會成分 比如是依照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面的估算的話 如果我們把我們目前這些電力系統 裡面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 排放出來的空氣五氧物全部把它換成錢的話 那等於說相當於說我們一年所產生 電力系統裡面產生出來的外部成分 相當於3000億左右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度電 我們現在平均一度電 我們付出2.6塊左右的成本 但是如果我們要把這個外部成本 排放在內的話 我們還要再多付出1.3塊左右 就等於說我們電價要再長50%的話 才有辦法去 cover這些外部成本 而另外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 大家都非常重視減碳這個議題 但是我們目前已經 興建跟營運中的這些燃煤電廠 還有天然氣電廠 到他們受林中了的話 他們預期的排碳量來講 大概就是比我們要達到我們減碳目標的時候 所得到的排碳量的限制來講 已經是多出了一倍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呈現出來一個 所謂的我們過往的這些能源開發的建設 已經產生一個叫探索定的狀況 所以在這兩個問題是我們目前在能源轉型裡面 我們認為說我們要談長期的台灣的能源轉型計畫面 必須要去因應的問題 特別是我們現在看到說 我們台灣在能源轉型發展上面 我們也在一個關鍵的一個時機點 因為我們現在也看到三個很重要的機會之窗 第一個部分就是空汙所驅動出來的民眾的動人 民眾因為空汙的因素 大家開始重視說 那我們希望能夠減少燃煤火力發電的發展 然後甚至對燃煤火力發電的發展也有所疑慮 然後在這樣的推動之下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讓整個能源轉型 我們大家的推動過程中不只是聚焦在電廠 同時也擴張到所謂工業的鍋路的鈦煤 跟燃煤方面的燃煤方面的鈦煤的選擇 而第二個重要的機會之窗就是 我們在整個電力市場方面的改革 在電力市場的改革的話 我們讓綠電有比較比較高的自由度 可以讓它在市場上面跟傳統的燃煤發電之間 有相對來講有比較好的競爭力 但是在這一塊的話我們發現到說 還有一些在電力市場上面的管制作為 目前還有一把之處 而第三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議題叫做 所謂多重行動者湧現 我們過去三年來看到說 那我們在談能源轉型這件事情 已經傳統從所謂的 NGO公民團體的個別性的倡議 而是看到說 不是從中央地方 甚至在說一般的企業都有所參與跟響應 特別是在公民團體的推動上面的話 也不只是在談所謂政策的個別監督而已 他們還實際上面進到社區裡面去推動 所謂的社區的公民電廠 甚至協助縣市去規劃出 比較整密的一些計程政策 這些部分都是我們看到一個多重行為者 大家不同在一起來推動能源轉型的契機 所以這是我們應該要好好把握的契機 然後推動這個台灣的長期能源轉型 我們為什麼在這個報告裡面提出政策組合這個概念呢? 就是我們不單單只是個別型的一個政策工具 就是排放標準的設定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們會談到是整個轉型的話 它要從原本的目標的設定 然後還包含整個政策研領過程中 都必須涵蓋在內 所以在這個報告裡面的話 我們提出了重要的六個轉型政策組合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 為了要因應我們的民眾能力議事 以及政府組織再造整合上面的議題 所以我們提出了參與式能源治理革新 然後第二個議題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妥善的把能源價格裡面 都可以反映到外部成本 所以我們強調要推動外部成本的內部化 而第三個議題來講的話 就是在講所謂的電力市場改革這邊 不會強化治理機關的治理能耐 以及公民電廠的推動 所以我們要強調建構永續電力市場 而第四個政策組合的話 我們要針對的事情 是我們在地方能源治理上面這一塊 他們如何強化他們的地方治理的能力 所以我們要強調是強健地方能源治理 而在第五個政策組合上面的話 我們是要面對到台灣的能源轉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工業 工業它是耗能大戶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提出來一個叫做 確立工業兼能優先 而最後一個議題來講的話 是國內比較常談到議題 就是金融業在整個能源轉型裡面很重要的角色 而我們在談這個金融業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是提出來就是要開啟綠化資本流 那把我們國內的一些金融資本 在投資過程中的話 可以考慮到它投資對象的氣候風險 所以在這樣子的話可以驅動整個全面性的產業面 都可以迎向能源轉型 所以我們有沒有做人懶應該